杨明和傅启刚共同观看本场比赛 他的大个子其实几率还蛮低的 对 拆开来 2加1嘛 确实这些拉的比较狠啊 好球 这个摆脱了心理因素的影响之后 大王已经连续罚中3个了 看他的第4罚 6罚4中 连续4罚命中 给这个得分破90 打一个更好的基础 中国香港队 这是鉴于大王的存在吧 刚才中国香港队也是有意的清空了 右侧 所以也保持40分钟 毕竟呢 是 赢球只是一方面吧 还是应该通过比赛再去获得更多的锻炼 好球啊 好球啊 这就是补鱼洋 23岁的年轻内线 给了前掌球 并且呢 像中距离啊 刚才那反弯啊 都是得分 这球如果不吹 看对方是不是还要利用这个大王 可能有点 还行 这个防守回合做的不错 对 这是我们的侧翼回收来的很及时 嗯 篮板球的拼抢 这会是好球 对 正好留了一次完整的最后一攻时间 嗯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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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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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家机 出球 朱俊龙 没反规 哦 大王的不扣入扣 到了68分 看这球 是 因为有点直上直下这个感觉 这球在Fiba的规则下 位置确实宜家豪这个身高 就是只能直霸篮下了 宜家豪还是一个传统进攻技术 比较全面的球员 他这勾手还可以 他近况手感很柔和 他可能就是需要提一些自己的速度 然后把这个对抗力量给练上 好球 宜家豪的侧应球给了朱镜龙 咱俩是不是现在已经形成默契了 如果拿来的队员罚球都不言语了 朱镜龙第一罚没中 这球东香港队其实又已经提前进线了 但是罚球是有效的 进球有效 回来开始看朱镜龙的防守 这球又是交代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虽然出防过去了 23号梁家显一罚中 这个犯规比较亏 这是一个三分的犯规 其实咱们看上半场比赛 中国香港队是就拿了12分 哦 姚明和霍水刚 共同观看本场比赛 但是姚主席今天不用到场下去面收记忆了 通过二 通过这个三 因为你有澳大利亚有新西兰 加上像日本菲律宾这些都是对于他们来讲 其实可能还是是不是让更多的运动员来内地打球 其实来到内地的职业联赛里面去历练 因为香港现在已经有自己的职业球队了 香港金牛对吧 香港赛都已经打了NBL 咱们也去做了一些采访的 已经进行了一些了解 而且你能够看到香港金牛的两位运动员 梁兆华跟杨瑞奇在中国香港南篮阵中 确实现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今天也是跟刘铁指导有过一些交流 他也是说感觉这二位在NBL一年历练之后 确实有着挺长远的一个进步的战略 其实也是融入咱们内地的发展 而且大家知道2025年 这个全运会是要在粤港澳大湾区来举办的 那个时候我们也期待着 这个香港南篮代表 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全运会当中能够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个成绩 那是不是未来这一两年 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来自中国香港的球员 来打咱们内地的职业联赛呢 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一个东西 也是他们能够去快速提升自己竞争力的一个方式 确实因为可能很多中国香港能力水平的提升的 包括其实高水平外援嘛 在这个球队当中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来一起来进步 而且确实打这个职业联赛 跟中国香港本土的一些相对来说半职业联赛来讲 还是存在着很大不同的 经过这个职业联赛历练 他们显然是能够在更高水平的舞台上打出更好的一个表现 对所以我们也是乐见其成啊 是 回来咱们继续看比赛 这边还是想往里调给到于家豪 一个比较吉利的数字 目前呢中南兰一共是拿到了6分 半截6分 就是上一场跟中国台北的比赛 他这个场馆你从记者看台到混彩区是需要走个四五分钟的 连续两场89分 今天看看对阵中国香港 目前这个阵容呢 中国南兰给我的感觉就是没有一个纯空位在场上 赵瑞和纪伟都没在 所以崇尚鹏 呃 胡明轩和崔永熙 他们三个人呢会承担比较多的 比如说控过半场啊 包括梳理进攻的重任 但是这个进攻的流畅程度 肯定是不如有一个重空位在场上啊 是 而且现在基本上就是崔永熙在支配球更多一些 可能这个阵容还是需要中国南兰打共同转换的啊 这边中国香港再度面读三分九 分差31分 嗯 这个防守其实还好 没有说给阵外一大空位 但是关键是我们的进攻遇到了一些问题 对 其实现在没有太好的办法 城帅鹏 好球 回应 所以为了后面的比赛 咱们也有必要给他们更多时间 让他们呢找到这些正式比赛的感觉 对 前面他们也只是打了热身赛嘛 是 好球 好球 也是一个脑后传球 给回来 这边补玉扬又是一个抛头名众 对 来自邓志恒的助攻 现在就是鸭家豪频繁在高位 三分九 好球 这是这段时间中国队为数不多的 通过战术导出来的机会 鸭家豪 湖鼎先一掩护 然后再去四五度给翠永熙做定位掩护 对 但这球是有差的 几乎两分 香港确实球是非常好 还是现在湖鼎给胡明轩做一个掩护 胡明轩再给好球 好球 经典的挡拆配合 是 经过前面半截的适应 这个阵容开始慢慢的有更多配合的迹象了 或者说进行更流畅了 对 而且这球又是反击 好球啊 上球 胡明轩 好球 胡明轩的拿手好戏 反击成功力 相当之高 刚才一传球应该是杜仁望传的 嗯 我们香港队连续的突破 又是一次进攻犯规 对 对 这阵容翠永熙控球的压力是非常大 还是那个配合 杜仁望 吕家豪连续两个掩护之后 上回是翠永熙三分球 这回是杜仁望 咱们在第四点呢 就没有这个本钱没有这个资本 在最后时刻派上 演练这么多战术 是吧 对 超远三分 差一点近啊 是 他有没有机会在这一回合就拿到 本场比赛第90分 胡明轩 鼓篮好球啊 连续起跳的能力 对 到了一个比较微妙的分数 嗯 嗯 值可待了 值秒可待了 对 问题应该不大 好球 顶着杜仁望投进了三分 还是23号梁家显 他也进两三分了 好球 好球 历史性的一刻 乔家军 正式比赛 没有突破90分 但是整体防守做的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是面对中国台北那场比赛 一上来 没有 给了 嗯 你看大王呢 因为老江湖了嘛 是吧 也就说 哈哈哈 但是小崔呢 毕竟还年轻 就跟我说 哎 就是姚主席告诉我们 打亚洲球队一定要利用好我们的身体 利用好我们的身高还有弹跳 其实这对防守还都是非常出色的 确实 包括今天也是 上半场比赛就让对方拿了12分 那下半场比赛呢 出于市镇的考虑 对 丢些分数也是可以接受的 好球 余家豪的双手贯框 对 呃 接下来面对更 接下来面对更强对手 可能这防守还是要继续延续下去 嗯 而且这段时间咱们的几乎每一次进球 都是来自于队友的助攻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是 一方面挡拆打得比较活 另一方面确实 余家豪在高位做定位掩护 给投手创造机会 这个进攻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刚才 连续拿分的一些关键的战术 好球啊 阿旺在湖顶已经连续两次送上这种 穿透性很强的球了 对 原来我们这个封线出水球能力最强的 难道是不是旺吗 这个也是 应该是受到都风指导的真传了 嗯 是吧 这也是都风指导打球的时候 非常喜欢用的这种球领人的传球方式 对 而且站的位置也比较接近 湖顶这个位置 对 看看这个回合 哦 哦 刚跨完都市网这球 被对方从身后把球给套了 对 对 要是前面对张震霖 还是要个掩护 三分球 这球是被崔永熙的长臂跟大手干扰了 对 强干扰 这应该不攻了 一般这种情况下 对方不防呢 肯定是没有去攻 这一下是必要的 是 最终呢 经过四节比赛 95比50 中国南篮呢 是比较轻松的击败了中国香港南篮